秀珍将允福独自留在了游乐场 自己前来给舅舅送办理护照的照片 看到照片舅舅很是惊讶 但也是很尊重秀珍 见她不愿提起也没有过多的过问 只是希望她拿了护照 办完自己的事情赶快回来 而秀珍走后允福就被仪式给吸引住了 原来一位姑娘因电话有急事 就在路旁停下了车 谁知前车不知什么原因就撞了过来 而姑娘当时停车后就找笔记本 当她感受到两车相撞后 以为是自己在停车时忘记拉手杀撞到别人了 就马上下车给对方道歉 对方听到这先是一愣 然后马上装作受害者的样子 还让姑娘赶紧联系保险公司 就在她刚要打电话的时候 允福跑了过来对姑娘说 听到允福这么说 姑娘赶紧回到车里看了行车记录仪 发现这场事故确实是前车的责任 知道抵赖不得的车主也只好认怂 处理完事故后 姑娘说为了表示感谢想送给她一个礼物 问允福住在哪里 允福下意识地说出是理发店 而当问到她姓名时 前来找允福的秀珍就过来了 两人看到彼此都震惊了 原来这个姑娘正是秀珍养母家的小女儿 她没想到秀珍会瞒着家里有个这么大的孩子 秀珍暂时还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这件事 因为她和孩子的情况太特殊 也不好跟大家解释 总不能说孩子是自己拐来的吧 于是希望妹妹帮忙保守秘密 但是不知情的妹妹觉得秀珍有孩子是件好事 应该让母亲知道 她说母亲很喜欢孩子 没准会对其病情有所帮助 回到家后的小妹 果然向大家提起了这件事 得知秀珍有孩子的事情 杨母很是惊讶 也埋怨秀珍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瞒着她 于是在小女儿那里知道他们住在理发店 就跟弟弟来到这 不一会允福就过来了 原来医生觉得秀珍这段时间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决定带他们出去好好散散心 就在回来的路上 允福想到在理发店时 一直是自己在喂养那里的两只小鸟 而鸟笼子的钥匙还在她这里 她想去还回钥匙 一进门就叫起了外婆 因为在之前秀珍还不知道 她就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时候 自己外出都是将女孩放在理发店 允福和老板之间 早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允福觉得她很和蔼就叫起了外婆 但是秀珍的养母不知道啊 她认为秀珍不带孩子回家 就是因为已经找到亲生母亲了 自己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还是比不过当初抛弃她的亲生母亲 这伤透了她的心 而紧接着秀珍居然也进去了 这让她实在忍受不了了 进去就将老板打倒在地 可紧接着觉得天旋地转 当养母再次醒来时 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看着眼前的允福 说道你就是秀珍的女儿吧 我是你的外婆 接着秀珍过来了 就将养母送进了急诊室 趁此机会秀珍交代允福以后 无论谁问起 都说自己七岁 因为八岁需要上小学了 这样别人会通过学校查出很多信息 允福也懂事地答应了 从急诊室出来的养母 让所有人都回去 只留下了秀珍母女 秀珍跟养母讲不是她想的那样 自己当初是无意间走进理发店 后来又租下她家的阁楼 才知道她是自己的母亲 养母相信了秀珍的话 但也觉得是她不回家 才让亲生母亲有机可乘 于是让她和养福从此就回到家里住 另外她也不忘让弟弟 调查一下秀珍生母的资料 以及当初为什么会抛弃秀珍 有可能的话 让她尽快离开这里 于是弟弟进行了两手准备 一是通过熟人查询 秀珍生母的过往详细资料 二是自己蹲守在理发店外 随时对其监控 很快得知秀珍生母以前 因杀害同居男友而坐过六年牢 可是她的监视 很快也被秀珍母亲发现了 她对其讲到自己 从来没想过要和秀珍相认 不然也不会等到27年 但秀珍舅舅讲了她姐姐的病情 说到她不能再受到任何刺激 虽然觉得这样做有些自私 但还是希望她能够搬走 所有费用都由她们来出 本来就无意打扰秀珍的母亲 觉得这样也好 表示会尽快收拾东西 但面对舅舅提出的 为什么要抛弃秀珍时 她也是没有正面回答 母亲要搬走的事情 秀珍很快从医生这里得知了 因为医生曾听允服提起过 她很想念外婆 就帮她把外包装鞋有想念字样的薯片送了过去 秀珍母亲顺便就给她理了发 聊天中得知了她要搬离了这里 知道这事的秀珍找到了养母 跟养母讲到她是我不想见到的人 您就别为这件事大费周折了 我保证和允服暂时不会离开你的 并且会一直住在家里 听到这里的养母心软了 就让弟弟打电话告知不用搬家了 这边的情况暂时稳定了 可允服亲生妈妈那边 开始调查起了秀珍 听了男友的话 她找到了耶恩老师 可耶恩老师讲到允服的失踪 不可能跟秀珍有关 早在允服失踪前 她就去冰岛研究院研究候鸟去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她把耶恩老师的原话复述给了男友 当男人听到秀珍是研究候鸟时 更加笃定是秀珍带走了允服 因为允服的日记本中 就曾画着一个候鸟 于是她开始上网查询 关于秀珍的所有信息 并根据查到的信息 来到了秀珍小时待过的福利院 在这里一无所获的 她会去秀珍养母家吗 实习记者接到了一个采访任务 是关于一个八岁女孩被虐待的案件 她连夜前往了伍宁 可当看到警察给的资料时 她一下子觉得天就要塌了 怎么可能是允服呢